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视两国关系发展 愿意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60年来 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同包括马里在内的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并肩抗议 展现了中马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 树立了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 习近平指 高度重视中马关系发展 愿同恩多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 弘扬传统友谊 深化友好合作 推动中马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恩多在贺电中表示 马中建交60年来 中方一直坚定支持马方实现稳定和发展的努力 马方对此深表感谢 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努力 推动马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放红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习近平25号 慰问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的波兰总统杜达 习近平在慰问店中表示 得知杜达感染病毒 请向他表达慰问 并且助他早日康复 另外我们再来关心的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星期天为抗击疫情的进展发表文章表示 面对秋冬季的到来以及海外疫情的反弹 香港社会必须更加警觉不明源头个案是一宗都嫌多 特区政府在抗疫持久战的同时也会多管旗下力保经济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总结过去一个月抗击疫情进展时指出 面对全球疫情严峻 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了更精准的防控措施 而近两周中 尽管有七天没有出现不明源头个案 但反映社区仍有未切断传播链的不明源头个案 一宗都嫌多 进入秋冬季 病毒可能变得活跃 社会必须更加警觉 在有效疫苗面试和广泛应用之前 特区政府会继续全力以赴做好准备 包括进一步加大病毒检测能力 降低检测费用 继续为高风险人群提供免费检测服务 完成竹高湾检疫中心第三四期工程 2000个检疫单位的建设 完成新建可以容纳800张敷压病床的临时医院 以及双管齐下采购疫苗 林郑月娥承诺 特区政府在处理抗疫持久战的同时 会多管齐下力保经济 在过去一个月中 包括旅游相关及酒吧业界 配合特区政府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防控措施 自5月推出姚距营商计划 基金已经批出超过17000宗申请 另外由食物环境卫生署执行的公众街市 推广非接触市付款资助计划 也正接受申请 凤凰卫视赵领峰香港报道 名为金欧无缺的纪念台湾光复 75周年主题展览 25号下午在中国国家博兰馆开幕 展期两个月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刘解一 全国政协港澳台乔委员会主任朱小丹 以及台湾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等人 皆有出席开幕仪式 那展出的产品包括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 清廷为了解决台湾的防务军费 而专门铸造的台湾军饷一两银币 国民政府在1944年拟定的 台湾接管计划纲要文件 中国战区台湾省受享主官陈宜 在受享仪式上签字时使用的毛笔等 而40多册的红字炼军公文等文物 还是第一次展出 希望通过整理史课史料 回顾两岸共同抵御外汇的历史事实 10月25号 以及今天是台湾光复75周年纪念日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座谈会议上 批评台独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 倒行逆施是站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 否定世界正义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在发言中强调 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成果 是两岸同胞奋战的结果 证明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杨毅周批评近年来台独分裂势力 大肆篡改台湾历史教科书 把光复改成中战 是在淡化扭曲台湾同胞的抗日历史 否定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台独分裂势力的倒行律师 站在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 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是对世界正义的否定 凤凰卫视 霍维维 有见北京晚平城报道 而在台湾 国民党以举办音乐会的方式 庆祝台湾光复节 多位历任的党主席 包括吴伯雄 马英九 朱立伦等人 借由出席参与还一同上台高歌 国民党历任 现任党主席 包括吴敦义 吴伯雄 江启成 马英九和朱立伦 一同站上舞台 高声唱起客家歌曲 为了纪念台湾光复七十五周年 国民党今年扩大举办相关活动 包括研讨会 线上影音展 纪念音乐会则是压轴 一系列的规划希望民众牢记 台湾光复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选择站出来 即便我们在意义 我们要呼吁大家 不能忘记台湾光复节 新华十二十五号发表评论人文章表示 十三五规划即将圆满收官 即将召开的党十九届五中全会 十四五的发展蓝图 以重大举事瞩目 那文章指出十四五时期 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那展望新的征程 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历史和现实都说明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所在 是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所在 推动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要以深化改革开放 不断激发新发展活力 要坚持与人民为中心 不断的增进民生福祉 文章强调 仅仅依靠人民开拓事业新局面 定能够在新的时代 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选情充满变数 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走势如何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民调数字 在总体的支持率方面 根据真实清晰政治网站的综合民调 目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支持了 预为50.8% 争取连任特朗普则是42.7% 拜登的领先幅度稍微扩大至8.1个百分点 至于根据普选票分配的选举人票方面 综合美国多个民调和传媒机构 包括CNN的预测显示 在拜登目前形势占占为优势的蓝州 总共有290张选举人票 特朗普占为优势的红州 有共163张选举人票 其中拜登有望稳多的深蓝州份 以及特朗普有望顺利拿下的深红州份 分别占183和88票 至于形势摇摆的褐色州份 总共有85张选举人票 目前意向未明 而在各地支持率方面 美国纽约时报和CNN学院联合的民调 显示共和党票仓的Kansas州 以及选情胶着的Montana 蒙大拿州 特朗普的支持率 平均都领先拜登 达到6到7个百分点 而Atlanta的地方电视台 与当地的民调机构 联合做的调查显示 另外一个主要摇摆州 Georgia 乔治亚州 过往是共和党传统票仓 那特朗普目前的支持率 仅仅领先拜登4个百分点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 在印度受到政界和人民的广泛关注 他们最关心的是 大选的结果会如何影响到 美国对印度的贸易和移民等重要政策 与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印度也紧追着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最近动向 两位总统候选人 共和党的特朗普和民主党的拜登 都表示愿意改善与新德里的关系 印度也紧追着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最近动向 两位总统候选人 共和党的特朗普和民主党的拜登 都表示愿意改善与新德里的关系 有专家表示 在特朗普征服之前 英美关系主要是基于 印度的战略重要性 而特朗普执政期间 英美两国经济贸易关系 成为更具交易型的 这次大选结果将影响到 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 包括贸易 移民 气候变化 印度自然希望在这些领域 有更优惠的参与条件 凤凰卫视 商经军 印度新德里采访报导 感谢收看今天华文大直播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启愿多 签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正面